有个女孩的名字叫做莉莉 她的手上总是拿着乌克莉莉 有天女孩碰到了牛奶哥哥 她决定叫她谈乌克莉莉 牛啊牛 一起咬啊咬 牛奶莉莉来陪伴 一起咚咚咚 一起呛呛呛 加入我们的鱼团 一起咚咚咚 一起啦啦啦 还有跟不上节拍 该怎么拍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牛奶 我是莉莉 又到了牛奶与莉莉的时间了 又到了我们学乌克莉莉的时间了 今天有一件很开心的事跟大家分享 什么事啊 就是上个礼拜有个朋友在路上遇到我 他看我拿着乌克莉莉 他就问我说 诶 那个是什么啊 然后我就说是乌克莉莉 他就这样子 我好想学哦 那他有去学吗 当然没有啊 那就是光说不练的人了 没错 就很多人就是一直想说很想学很想学 可是一直没有去 就准备一台乌克莉莉来学 一台 一把 那日文有介言语叫做是 明天才去做的话那就是大笨蛋 没错 我们要把握当下 想不到什么就赶快去做 没错 就像即兴创作一样 想到什么就要马上唱什么 没错 那我们今天要唱的是哪一首歌呢 金某唱也是很可爱的歌 就是我们的 大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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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象要怎么做呢 来伸出你一只手 再伸出另外一只手 来 从那边绕过去 跟我们一起做 然后捏住鼻子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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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刚开始以为你想要跳舞 不是 大象之歌 好我们要唱的就是大象 来 預備 开始 大象 大象 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 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 没错 就是大象 对 鼻子长长的大象才漂亮 很漂亮啊 鼻子好长 好 那我们现在来调音咯 拿出你的小条来 好 还记得我们四个弦的口诀吗 就是我们的 A C橘子 所以就是AECG 没错 A 对下面就是AECG AECG 然后我们唱你来调 好 那记得另外一个口诀呢就是 指针在中间 那我们唱你们调哦 预备备 开始 指针在中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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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抖头唱吗 指针在中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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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针 我发现我抖头唱的时候啊 我手会抖耶 就变成这样 哈哈 会一起抖都对了 对会一起同步的 好了 那你有没有调好了呢 调好的话 就听到我们的 PREFECT ZOO ZOO 本来是手不协调 你知道吗 在日文中啊 大象呢叫做ZOO ZOO 可能是因为它声音就是 ZOO 真的吗 我听过有那种 的声音耶 猫 哪一国的大象啊 我不知道 电视上看到的 哈哈哈哈 不知道 这可能是日本象 好 日本象啊 好 那我们来介绍 我们的大象一家人 耶 拿出一个手指头 来 指指呢 就是我们的爸爸 爸爸象一号 那我们公子 就是我们的妈妈 妈妈二号 那吴明珠就是我们的小宝 小宝象 那小指头呢 就是我们的小妞妞 小妞六四号 他们是一家人哦 这一家我喽 你好吗 大象呢 大象来了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大象来了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好了 然后用手要我们的老王来刷 来刷 来 老王就是食指 然后用他的背 他的指甲 好 然后从四楼刷到地下室 呜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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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刷下去找到墙壁 那就表示 错了 对啊 打到墙壁的话可能就会 呜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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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和弦咯 好 哪几个和弦呢 今天我们只有两个和弦 这么棒 很简单咯 好了 首先是我们最简单的C C和弦 来小宝去一楼的第三间 第一间 第二间 第三间 按锦之后 他现在帮我们大象刷背 他现在怎么会有大象啊 他从隔壁的老王家亲来的 老王家他就是去动物园又菜园 对 真是养很多动物 对 还有大象 真的耶 超厉害的 好 再第二个和弦是我们的G7 G7要怎么按呢 来 爸爸去二楼的第一间 第一间 妈妈去三楼的第二间 三楼的第二间 最后小宝去一楼的第二间 好 就会形成一个 行成一个 TRIANGLE 来我们G7料理七支鸡之歌 预备备 开始 想要做出好美丽 阿克三要被抱着你 摸摸鞋子台 至少好来得咧 G7 哇 你越来越厉害了耶 有练有练 超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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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啦我们那个大象啊 它是一种很神圣的动物哦 就是在很多的那个文化里面呢 大象呢都是被当作神兽来看待 God anima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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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跳针啊 像在泰國呢 大象就是一種吉祥的象徵 對 沒錯 我以前去大象 不是 去泰國玩的時候 然後就看了很多大象啊 我覺得他們好可愛喔 所以就買了很多什麼大象的雕像 大象的皮夾 大象的很多的小東西這樣 可是啊 我在看表演的時候啊 就大象不是有的他會用他的腳畫畫嗎 你有看過那個嗎 沒有 我看起來比較厲害 就大象會用腳畫畫 還會站起來走路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他們應該是被訓練的對不對 哇 有點辛苦耶 就是被訓練的時候其實應該是 會被編打乾可憐 啊 不會啦 每個大象都有自己的人生 他們有他們的象身 蛤 人有人聲像有象身 哈哈哈哈 你是說 上團一鞠躬 哈哈哈哈 博士是大象的象 哦 大象的象 大象的人聲就是象身 對 好啦 那我們先來練習一下 我們和弦的轉換 好 首先我們就從C C 換到 G7 G7 再回到C C 再套了 G7 這樣要幾次啊 總共四次 然後我們每個彈三拍 像這樣子 1 2 3 G7 2 3 3 2 3 G7 2 3 好 預備備開始 C 2 3 G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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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3 耶 太好啦 三拍子比較特別一點 嗯 但是他的節奏比較輕快 很輕快的感覺 那我們趕快叫譜出來吧 要怎麼用譜出來 今天大象會噴水嘛 對 我們用噴水的方式好了 要學大象噴水嗎 對 好難哦 來 預備 開始 噴水 噴水 你學到他不太像 好 來 把譜噴出來 噴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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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現在 跟著譜來練習一下囉 好 每個是彈三拍 預備備開始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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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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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那我們來唱一下囉 好 預備 開始 大象 大象 你的鼻子怎麼那麼長 媽媽說鼻子長才是漂亮 這首歌呢主要在講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 對 但是鼻子長只適合用在那個 大象身上 人的鼻子長就怪怪 人的鼻子如果長的話 就會變成 Pinocchio 不是皮卡丘喔 是Pinocchio 你是說那個說謊話會變長的那個 對 你覺得我帥嗎 你覺得我帥嗎 你的臉沒大 你再問一次 你在問一次 快點啊 你覺得我帥嗎 不帥 不帥 我說謊嘛 才會鼻子變長 那表示你帥啊 富富的正 我覺得你超美 你還沒變成 我還好 OK 那現在就是到我們 提醒創作的時間了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要主題是什麼呢 我們把大象改成 其他動物好了 大肥貓好了 不要 我要唱個那個 河馬版本的 那你幫我彈 預備 開始 河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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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鼻孔怎麼那麼大 媽媽說 鼻孔大 才是漂亮 就 河馬鼻孔很大 好美喔 很美對不對 你有沒有別的動物可以唱 那我 好 五尾熊好了 好 我幫你扳奏 預備 開始 五尾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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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為什麼那麼愛睡覺 媽媽說 愛睡覺 才會健康 所以要多睡覺才會健康 對 五尾熊聽說好像一天睡差不多 二十個小時 這麼久啊 因為聽說他那個 尤加利葉裡面有毒啊 所以他一輩子都愛排毒 那他幹嘛不吃其他沒有毒的葉子 他就喜歡吃那個葉子啊 喔 好吧 所以你可能要問他本人 本熊 那我要唱刺蝟的 好 那我幫你唱 預備 開始 吃 只為只為你 怎麼身上那麼多刺 媽媽說刺很多 才很帥氣 喔 好刺 很刺對不對 好刺 太棒啦 我們今天教了好多動物喔 真的 你們自己也試試看吧 好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囉 下課 掰掰 下課 有關 有關